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从小学习平坛 相声和乐器 无所不通 被称为文艺小神童 如今是当今金剧第一女老生 她专业古征 却在时尚界立足 从职场白丁到领军业界 她在职场尽显沟通和经营的天赋 陈曼 王沛瑜 苏芒 三个发现了自己天赋的幸运女人 讲述成长故事 发现你的天赋 你也能成为幸运的人 天下女人天赋系列即将播出 那我们在联业舆 cruise Retroượng 瓶量美好 品味生活 欢迎您收看由长城 天赋莆原 不到酒 独家冠名赞助播映的天下女人 首先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看到大家灿烂的笑容 又到了周末的时间了 也来到我们新一期的节目 那我们最近会连续地来介绍 一些女性的领导者 就是她在一个单位 一个企业 她都承担着这个领导的职能 这个不就是你吗 杨岚姐 你介意人家这么说吗 杨岚 你就是女强人 其实做一个工作 男人女人都一样的 你不能认为 别人要叫你女强人 你就不做了 但是所以我觉得 女强人这个词 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压力 但是我是觉得有一个词 可能会压力比较大一点 什么词 就现在有人说叫女魔头 对对对 女魔头 但是女魔头呢 通常她有一点前缀 就是说你还要达到 一种什么境界 才能被称为女魔头呢 就是最好穿Prada 她穿Prada 我今天穿的不是Prada 所以我不是女魔头 但是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一位嘉宾呢 经常可能会被人联想到 这样的一部电影 和这样的一个称谓 还真的是那么可怕吗 我们掌声有请苏芒 她是时尚传媒集团的副总裁 执行出版人兼主编 掌声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到苏芒的时候 常常会觉得 哎呦 是个女明星吧 对不对 她真的非常亮眼的这种气质和外貌 然后我跟她呢 因为认识很多年 我就突然注意到一个细节 我没见她穿过袜子 夏天不穿袜子 这很正常 我们都不穿啊 对 关键要数九寒冬 在北京的大街上 她就那样妖娆地站在路边 在打车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自己过错了 是冬天吗 是吧 所以我对这个苏芒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热 她好像老是特别地hot 特别热 为什么 因为我很热 我希望凉一点 我会更精神一点 探见过就是 就有文章说 苏芒说的 就关于秋裤的事情 说时尚界的人都不能穿秋裤 这真的是一个误解 感觉成心一下 我觉得在你的节目里一定要成心一下 因为当时只是一个玩笑 在一个访谈节目里面 说了一个玩笑 和老板开的一个玩笑 然后大家被误会了 被误会了 明明是和老板开玩笑 说他不用穿秋裤 因为他开了加热的宝马 我这么劝他 但是后来就被以讹传讹 传成我不让别人穿秋裤 我从来没有这样过 我是想说苏芒姐姐 在这个行业里头的 这个威力有多大 因为她作为时尚的 这个杂志的主编 然后她说 时尚的人不能穿秋裤 大家全部都把秋裤给穿起来了 我现在是穿起来了 这个好像不太好 我家里有秋裤 证明我不时尚 人家今天澄清了 人家没说过 真的没有 他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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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下次咱们就出这么一个吧 就是苏芒说 爱穿秋裤就穿秋裤 爱穿毛裤也同样可以 要绵裤的话也不反对 其实时尚应该是 舒服是首先第一位的 对不对 那我要说到 第二层的这个hot 那就可以理解为这个性感了 一般人对于时尚编辑的 这个时尚杂志的主编 或者出版人 是有某种幻想的 就比如说 就觉得你有换不完的衣服 戴不完的首饰 然后就会觉得 你是一个可以拿爱马仕的丝巾 擦眼泪的 甚至擦鼻涕的人 在电影里就会有那样的一种呈现 对 我看到了 我觉得 我刚才还在想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想象 就像如果我看你 每天节目都在换衣服 每天都在换衣服 我们自己呢 出席场合的衣服呢 有的是自己的 有的是借的 然后呢 那么平时的衣服呢 都是自己买的 更何况我做时尚这个工作 我相信每一个女孩子 即便不做时尚的这份工作 不也是非常喜欢美吗 对 而且你有个工作的借口 我本身就是工作的需要 我觉得不用借口 每一个女孩也应该让自己 每天过得开心一点 当自己看上去漂亮的时候 就是会开心 就是会自信 还有一个另外的 还有一个hot就是那个 人通常会用这hot来形容这个temper 就脾气 但我没有跟苏盲工作 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 脾气的女老板 急吗 你是不是也会急 你做事急不急 就是一般像这种 急 非常急 特别热的人 我非常非常急 你想到就希望把它做成 是的 是的 那你有是否在外面 跟陌生人吵过架吗 或者怎么样 当然了 比如说谁跟谁抢出租车了 我看不惯了 谁坐了什么就是 就是净确的是的 讲出租车 他不管你怎么办呢 对啊 我觉得这个男的骂女的就不对啊 我就会过去说他呀 你怎么说呢 我会说你个大男人 你骂女人 你算什么男人呢你 被这么说完 被穿高跟鞋 穿成这样的女人 我觉得他真的不应该那样 就是说一个男的和一个女人抢车 还骂人家 这太不对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会过去说他 所以苏盲就穿着一个 十寸高的高跟鞋 走过去跟他指着 所以说我觉得那男的肯定 看这女哪来的 我说完了我就走了 她来不及想 还挺酷的 所以是一个特别爽朗能够 就生活得非常的真实 又非常率性的一个女子 今年是苏盲从业十八年了 在多大的一个比例上 你会要加班 比如说 多大的比例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叫加班 什么叫加班 因为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说 只在办公室才是工作 就像你的工作 也不是说只在办公室的时候才叫工作 很难去 这么说吧 你一周回家吃几次晚饭 不太敢保证 那就是多的少的 一次 就一次 平均 哇 但你要坚持这么多年 不会觉得 有时候会觉得累吗 有没有觉得累的时候 是这样 我觉得 如果你把工作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你就没有那么痛苦了 如果你很喜爱工作 你会觉得工作也是休息 工作是娱乐 工作是学习 工作是对自己的锻炼 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 什么叫加班 什么叫不加班 我睡觉的时候就不能想工作吗 他连做梦的时候都想 他在做梦里还加班 但是我的理念就是这样 为什么要厌倦一份 这么有意思的工作呢 你应该尽量多地 从所有的美食中 去吸收乐趣 去吸收营养 我觉得这和吃饭 穿衣 睡觉 锻炼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出生于音乐世家的苏芒 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 为了文学梦想 放弃了民乐专业 投奔刚刚创开的时尚杂志 身为时尚行业的门外汉 苏芒凭借经营 沟通 攻关的天赋 从一个打杂工 开始了他的职场传奇 今天苏芒做到 在时尚的出版界 这样一个炙手可热的地步 很多人可能就会想到 他一定是一直很顺利 他本身就长得漂亮 又会跟人家交流 一定是发展得非常地顺利的 但实际上他在 怎么样进入这个行业 当时这本杂志的状况 和他工作的那个状况呢 确实很多人不了解的 苏芒跟我们说说 刚一开始你 我知道你15岁就到中国音乐学院 就学古征对不对 是的 少年大学生 到毕业的时候 为什么做了一个 跟音乐没有关系的事情呢 因为我小的时候 学音乐是父母逼的 不太喜欢 然后呢 能考向这么好的大学 在音乐学院里的最高学府 父母那没有不上的道理 去到了以后呢 就开始开小差了 我们学校旁边呢 就是在一个校园里嘛 在公王府旁边 是那个中国艺术研究院 就认识了一些大哥哥 大姐姐 就借很多文学的书 觉得文学真的是 我一生中最想做的事情 就想当个作家 然后呢 那就开小差了 音乐学的也不怎么好 后来呢就想 如果我能当作家 让我放弃一切都可以 真的 是的 就特别不想搞音乐 然后大学毕业了以后呢 就特别想找一份 叫做文字工作者 我们那时候嘛 文字工作者 去杂志社用片 不行 学音乐的 去出版社用片 不行 学音乐的 都不行 然后那个时候呢 忽然间有一个 这个姐姐介绍给 时尚的原来老板 吴红先生 介绍给他 去的时候 他们刚刚创刊 然后呢他们就 我记得当上是在哪个胡同里 小平房类似那种是吧 西表背胡同 然后那个小平房里 然后我们就去 我就去的时候 他就说你想做什么 我说你只要让我写字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这句话可容易被误解啊 现在不能随便说这句话 是吗 然后他让你做了些什么呢 什么都做啊 写字 然后除了写文章以后 比如说 做饭啦 还要广告啦 还要做饭啊 催款啦 取售钱啊 超信封啊 递杂志呀 然后 就是打杂 基本上找了一个打杂的是吧 不光我打杂啊 大家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创刊的阶段 并不是像现在这么成熟 话说也是十七八年前了 没有这么成熟的一个行业规范 每个人都是希望 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 去做一本好杂志 也没有那么大的资本 没有那么好的条件 没有互联网 没有电脑 那个时候连排版 都是自己手工画版的 对吗 所以说我觉得 创业的时候特别快乐 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样 我到现在还是很怀念 我觉得那种时光 很让人留恋的 就非常单纯和投入的 对 但你刚才说的打杂那些事 我对做饭这些不感兴趣 我对那催款特别感兴趣 我也是 我觉得就他这样 去催款 一般催款不都是那样的吗 标无形狠去催款 如果我去一个地方 去催款的话 我也会非常规范 我去了以后就是跟人家讲 我说我要把这个钱拿回去 我要拿吃片 咱们假装 假装一下 比如我欠你们公司钱了 我们还有两个秘书 我是保安 那时候保安也不多 我估计 我就会坐在你这里等你 我会从你来的时候 我就坐在这里静静地等你 我见到你一次 就站起来一次 然后就跟你说一次 我老板说了 我需要把这张支票拿回去 你该付我钱了 然后呢 我会很礼貌 然后你说我在开会 我说我就坐下来再等你 我一直等到你要走 对啊 我说我今天没时间了 再约吧 那我就再来啊 再约 你跟我秘书约吧 我不用约的 我直接会来的 我一直坚信 如果说人家不愿做的事 人家还能约你过去 这是不太可能的 不如你直接就过去吧 直接就过去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 其实是这样 有些人就是说怕被人拒绝 是是是 反而是什么发个电邮啊 什么发个短信啊 我连打电话的有时候 都不敢发个短信开 对对对 其实别人是需要看到你的 所以后来你 当你把这个支票 拿回去给你们老板的时候 你们老板觉得意外吗 吓坏了 他说你怎么拿回来了 我说你不是让我去拿回来的吗 然后他非常有涵养地 悄悄地把支票拿着 就进房间了 他也没跟我说别的 我相信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不是那么难 不是那么容易拿来的 当然 也许他那个月 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想着苏芒这女孩子 真好 下个月还让他去催款 那以后就应该 都让你催款了吧 也没有啊 我其实毕竟这个 需要你催款的 不是绝大多数 那比如说拉广告呢 我知道你在很长一段时间 是你们那儿 负责这个广告招商的 七年 对啊 那应该说很多 比如说有点文学梦想的女孩子说 不爱跟她 对 我是来你这儿那个做编辑啊 做记者的啊 对 那怎么让我去做广告 特别是有一段时间去拉广告 好像觉得不是一个业务 就是不是一个专业人士 应该做的事啊 是的 但是他们 他们就看到你有着潜质 能把支票拿回来 他们跟我说 那个时候我真的挺小的 然后挺傻的 然后老板就说 你来的时候我们跟你讲 我们要做世界上最好的杂志 对吗 我说对 你说过为了做最好的杂志 你什么都愿做 对吗 我说对 他说做杂志是需要钱的 我们有越多的钱 我们越可以去做好的杂志 我认为这说的是有道理的 然后他们就说 你去拉广告 为公司多赚钱 也是为了做更好的杂志 做贡献 我说像革命战争年代 就跟那个小战士说 你留在后面 但那个时候 不是那个时候 太方便去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小啊 因为你就19岁20岁嘛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小 我真的听得进去啊 然后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呀 然后就说好就去了 然后怎么拉广告 你说说看那时候怎么拉广告 他每天都早上起来想了一个 就跟我说你去这个地方 去找这个公司吧 我说这公司是哪儿啊 然后我也不知道是哪儿 这个公司是什么 然后我就查114 就你那时候拉这个广告 是不是是哪个广告 就是查114的这个 比如说我有一次见到一个店 然后我觉得非常好 我就在那里等 然后我大概一直在那里等 等等等等 等到店关了 要关了 因为他们说老板可能会来 老板可能不会来 我想那我就等吧 然后呢大概店八点半关嘛 关店了我还在那里 老板就过来了 大概想看一看 今天的收入怎么样 然后人家那个女孩子 因为你想我在那待一天 我也没事做呀 我除了跟别人介绍杂志 我也确实没什么事情可以做 我就开始给别人讲杂志 讲我们杂志是这样的 我们杂志是那样的 然后就和他混得挺熟的 然后那个女孩 我以为你老板买衣服了 有衣服的时候 我就静静地坐在旁边吧 然后那个老板来的时候 人家就很好说 哎呀 这个女孩等了你整整一天了 他们杂志是在做什么的 怎么好啊什么的 然后那个人说 你在这儿 我说 没关系 我说您还有空吗 他说你什么事 我当时真的一点技巧都没有 我到今天不认为做广告需要很大的技巧 我认为只需要你去说出来你要做什么 我就说我是什么什么杂志的 我需要做你的广告 我认为你要是在我的杂志上做广告会非常好 大概就是这样简单直率的 然后呢 然后他就 然后他说那要不然你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那要不然明天 要不然今天 我说今天如果你不累的话 那我就今天给你讲吧 后来一直推迟开店 推迟到十点 后来还没有讲完 就又去喝茶 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彻夜失眠 因为我从来没有喝过 喝过那么多的茶 哦 功夫茶 我没有功夫茶 没喝过 第一次喝 喝得直发抖 然后因为那个太浓了吧 大概第一次小孩喝 喝得混着直发抖 对 那个会醉的他们说 一天都 一晚上都没睡觉 但是人生中的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 单页的广告才值多少钱吗 也不少了 三四万了 哦 三四万了 九十年代中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九十年代初 九十年代中期 也不少的 长城天赋不远 提醒您下一节更精彩 什么样的心态 让苏芒感受委屈也不离开 老板误会你了 老板那个最重要的是冤枉你了 这个时候你会很生气 你会想 凭什么呢 你熟悉的魔鬼 比你不知道的魔鬼好 实现天赋梦想创办新刊 却遭遇重重困难 老板不让做 对 美国更不让做 对 因为百年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 我不要家人 也不要钱 我来做一做事实 如果他能活下去 你就让我做 可以不可以 天下女人即将为您呈现 但是拉广告的这个事情 刚刚开始你听说 你当时太小了 不懂 但我觉得不懂 做一年两年我能明白 怎么能做七年 因为你是喜欢文学 才进这个公司嘛 特别是比如说 要是同时进去 这个时候我跟老板谈条件的 我谈条件就是 因为他需要我去拉广告 给他赚钱 我热爱写作 我跟他谈的一个条件 从一开始就是 我可以一直为杂志写作 我有两张名片 一方面我可以去写作采访 一方面我承担着公司的 这个收入的这个责任 然后去卖广告 和我的同事一起 也不是我一个人 所以就是说他做两份工作 老板给了他一份钱 资金为止也是这样的 资金也是这样子的 对 为了这一份钱呢 他还是算老 老板给了他一人情 允许他写作 对 他允许我写作 已经很感激他了 你感觉这是老板都赚的 不是 你不赚的 其实这样是我赚的 真的 你怎么会这么想 因为你想 每天你都工作 如果你认为别人欠着你的 你会不开心 如果你认为你占了一个便宜 你会开心 所以一个人呢 归根结底 没有一个真实的评价 是你赚了还是赔了 你开心了就是赚了 我觉得你说的这点 特别有意思 好多人会觉得吧 他算账 算别人的账 比如说你会算 你的老板是赚了还是亏了 但是你要算自己这本账 你是不是学到了东西 你是不是能够 有所长进的时候 那是不同的一个账法 每天能够学习 又这么快乐 做自己喜欢的事 睁开眼睛还有人给钱 我就觉得特别地赚 所以你看这心态就不一样 学着点 那94年开始 做这个工作是吧 那我是94年来中国 我也特别喜欢在中国生活 特别爱中国 但是我差不多有两三次 也有挫折 就是我想离开 有这样的想法 你从来没有 你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自己的工作环境吗 但是我觉得是不可能没有动摇过 但是我很少受诱惑动摇 比如说一份更好的工资啊 或者更轻松的工作啊 这个就没有动摇 你每次动摇的时候 都是因为老板对你不好 老板误会你了 老板那个最重要的是冤枉你了 这个时候你会很生气 你会想凭什么呢 但是 后来我就想 去哪不是一样呢 天下乌鸦一般的 还得一切从来 是还不如回事 还不如就在这里 过去就过去了 然后一切重新开始 后来发现其实挺好的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不要把一件事 我觉得尽量把开心的事放大 把不开心的事缩小 一旦把不开心的事放大 每个人执着于自己 那一点不开心 那一点纠结 你就会感到痛苦 为什么要让自己感到痛苦 对 而且有一句谚语就是说 你熟悉的魔鬼 比你不知道的魔鬼好 你起码知道它坏在哪儿 明白吗 真的 有这么一句话叫 The known devil is better than unknown Yeah 对 所以其实你看在职场上 很多时候是在于自己的心态 而不完全是一个客观的环境 一定是这样的 其实最初像《时尚八杀》的合作 它因为是由美国的杂志来做合作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从编辑方针 图片的选择 包括杂志的定位都是比较明确的 也有点这种跟人学一点这种套路 当然到后来要出其他这几本杂志的时候 几乎就没有什么模板是既有的先例可以供你来学习的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能够把一本杂志做出来 有没有这种焦头烂额抓狂的时候 我觉得去创造一本你心目中的杂志 那个想法是我大概干了十年的时候 我做了十年的时候呢 我那时候看了一本陈一飞编的书 是对一些很小众的杂志的一个主编 或者创始人的一些访谈 比如说像Wall Paper 那种很小众的那种专业类杂志的 那个次呢就第一次出动了 我看到很多人 就是在一个广州公司打份工 然后呢下了班以后找一个地下室 或者在自己的房间里几个朋友就开始做本杂志 那个时候我正好做了十年 我心里就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愿望 冲动 很想知道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杂志 到底有没有一个可能去创办一本杂志 有没有这个能力 综合考量的能力 后来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挺清楚的 我参加了一个活动叫倩币男士化妆品 一个launch活动 好像是 然后呢我在那里的时候呢 第一次听他讲到一个男士化妆品是倩币创造出来的 以前化妆品只有女士的 他创造出来了以后呢 几年之内就是简单快捷高效 变成了一个多少个男性的这个 就是改变了多少男性的习惯 这时候就让我忽然那心就一动 我忽然发现原来事情都是由一个人做出来的 他需求可以被创造 对 然后就是需求可以被创造 任何事情是被人创造出来的 那天呢我就揪着这个 倩币当时的一个负责人叫张金 我就把他揪到常复工去跟他讲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 我心里就萌发了一个念头 就是想做一本男性杂志 这本男性杂志呢既满足男性的 中国男性喜欢成功事业的这个追求 又可以让这些商业人士变得稍微穿得好看一点 稍微时尚一点 稍微有品味一点 和女孩子接近一点 不要差距太远 我就萌生了这个念头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就想了很多很多也和很多人交流啊 但我一般都放在心里 包括巴刹艺术和我们的巡警主编 大家在心里想了两年了 在做之前的筹备工作呢 并不是像大家讲的 要做一个漫长的读者research啊 然后去做 那个时候大概是半年的时间 但是在你酝酿的 在你寻找到最好的表达方式的时候 是很长的 可是那个时候不会得到支持的 老板不让做 对 美国更不让做 因为百年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一次方案 做上去 老板说不可以 第二次方案 再做上去 老板说真的不行 我们公司已经有这么多男性杂志 男性杂志没有这样的市场 第三次那边外国人说不可以 然后呢 就这样一直一直下来的时候 我后来想了一个办法 我说 我不要家人 也不要钱 我来做一做试试 如果他能活下去 你就让我做 可以不可以 最终的决定就是说 我没有要一分钱的投资 没有加一个人 我把这本杂志做出来了 而且到现在为止 它已经是中国的商务人士中阅读率第一的杂志了 男性的 所以说很多事情是你一个愿望 但是呢你不要因为别人的肯定和支持与否 而放弃你自己的愿望 但是说到这个做杂志 社会上也会对做时尚杂志 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成见的 比如说你们就是给这些国外的奢侈品做广告的嘛 就是 然后就是成天写这些明星的故事 反正都是说好听的 就是可以 然后鼓励大家就是花很多很多的钱 去很虚荣的事情 我相信你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些评论 你怎么看待这种负面的这种评价 我们现在都不算的 我们刚刚创刊的时候 还有人写检举信 还有各种的这个重要的部门去找人谈话 说我们提倡高消费 现在已经没有人这么讲了 就你怎么样去平衡它 你刚才所说的 我做这件事的社会意义和另外的一些关系 我觉得一个人的一个任何事情 你能够从物质中发现它的精神价值 这才是很重要的 我就回想起来 我们十几年前 在中国还是一片时尚的沙漠的时候 我们用自己非常贫瘠的素材 去开始了中国的时尚化的教育 我觉得时尚化的教育不仅仅是说 让一个人的外表变得更美 事实上它是能够透过外表 去透视一个企业 非常著名的企业 它的精神 然后它的创意含量 它的艺术品位 长城天风不远 提醒您下一节更精彩 明星慈善业前夕 苏芒却噩梦连连 今天做没有人来了 明天做人来的太多走不了了 后天做梦 灯忽然音响都没有了 Bazaar明星慈善业 被指作秀 它又如何回应 我觉得做慈善是没有坏的 天下女人即将为您呈现 苏芒在出版业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为了提升巴沙品牌高度 苏芒也将目光转向了慈善业 现在巴沙明星慈善业 已发展成为中国规格最高 影响力最大的慈善活动之一 苏芒凭借自己的公关天赋 以及勤奋的拓展 开拓了全新的事业领域 而在意义生辉的背后 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压抑 崩溃和质疑 那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情 当场就有崩溃的时候吗 当场的崩溃就没有了 我觉得你越到最后的时候 就不能崩溃了 而且我觉得只要灯一黑 爱谁谁了 是在提前是有崩溃的 我和我的同事 几乎在每一次慈善业之前 都会有巨大的困扰 就是来自于每天晚上做个噩梦 今天做没有人来了 明天做人来得太多走不了了 后天做梦 灯忽然音响都没有了 然后每做一个梦 我们就会排除掉一些隐患 每做一个梦 就要排除掉一些隐患 总是会有这个场合 比如说我们马上就要开场了 告诉我某某人不来了 那就不来吧 还要那么多其他人 对 好多明星的 但是你新闻稿发了 你面临着诚信的问题 然后有的时候跟你说 演出早上起来 说不能演了 节目没了 那个节目没了是很可怕的 比某个人不出席 是要可怕很多的 节目没了 那时候真的是抓狂的 有一瞬间就会失声的 就会说不出话来 一下子一句话说不出来了 就声音没有了 都有过的 然后什么头发也不见了 掉头发啊什么的这些 你试过因为焦虑掉头发 就那精神压力太大了 现在不是戴着假发吧 他一条头发都掉了 你怎么知道呢 那你的同事也一定会压力非常多 我们同事都压力挺大的 我们觉得因为做杂志 是我们的行家里手 做活动不是的 但是为了我们觉得希望 确实是希望身体力行地在做 我们一直在很多工作中 都是靠所有的团队 每一个同事去做 我们觉得这很好 我听景璐说 景璐也是巴西亚的一名医员大将 他曾经在后台嚎啕大哭 是这样 我们有一次 有一次只不过是 因为我们压力太大了 因为我们希望在奥运期间做 那个时候压力真的非常大 奥运不行 然后等我们做完的时候 我们是行的 我们做完了 做完了以后的时候 我们照合影 怎么也找不着这个人了 就怎么也找不到了 我们照个合影 到最后总是希望能照一张合影 后来他自己在调音台里 哭着趴在地下哭 他站不起来了 那为什么哭呢 因为太紧张了 是因为所有的担心焦虑 一切到这个晚上做完了 你就放下来了 释放 真的是站不起来 我能够特别能够理解 那一个时候是幸福的 但是真的觉得那些 在前面几个月的焦虑 你自己也有这样的时刻吧 我每次都哭得挺厉害的 我都和同事一起 我觉得高兴也应该一起笑 然后高兴也应该一起哭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媒体 就是会说有作秀 然后有这样子的声音 你也听到过 我很生气 我开始的时候很生气 就要站出来和人家去对质 然后每一个人我都特别 我小时候是特别傻的一个人 太认真 太严肃 什么事都不能云淡风轻的 这种一笔带过 我现在就不说了 我学聪明了 我就不说了 我觉得不能因为别人说什么 而不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不能因为别人去质疑你做慈善 我觉得做慈善是没有坏的 做慈善是好的 如果每一个人都拿做慈善作修 不好吗 更何况我没有做 那我就更不能承认 但是呢 不能因为别人说你了 你就不去做了 你就伤心了 你再也不去做了 去商派做好事的人 不太好 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帮你的是吧 特别是 那时候我们刚刚做到 04年的时候有一年 我做完了05年吧 大概是 我碰到 在一个小餐馆里 我碰到这个曾凡志老师 刚刚做完 我特别不好意思 因为那天我讲话讲得哭了 完了以后呢 我老板下来就说 说苏莽 你这个人是主编 你应该有涵养一点 你说话 不应该太冲动 太情绪化 他刚批评完我 我就说 曾老师不好意思 我没有照顾好您 我当时表现有点失态 然后他说 挺好的呀 然后说 挺真诚的呀 后来他就说 你们慈善业只拍名牌吧 我说 他说 你们慈善业好像不拍艺术品吧 我说 因为我不认识啊 我说因为我不认识艺术家 我一直做了十几年 都是做时尚的 我真的那个时候 什么人都不认识 除了时尚和时尚相关的行业 什么都不认识 我说我不认识艺术家 他说 你拍艺术品吗 我给你一幅画呢 我当时特别地觉得不可思议 我觉得他画那么贵 怎么可能呢 我说 那当然好啊 然后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那么手心用 隔了好几个月 我再给他打电话 他说 我说 您那天说的话是真的吗 他说 是真的呀 我就很激动 他当时第一次开了这个仙河 从那以后呢 我们每一年 都去拍卖一件 中国的最好的艺术家的作品 这几年呢 我是非常非常感谢 曾老师捐了我们两次 然后有刘爷老师 然后有曾浩老师 陈南青老师 然后这个周春雅老师 都在给巴沙明星慈善业 捐助了艺术作品 让我们觉得 这事儿能拍上价钱 是的 是的 真的 你知道吗 但是我跟你说 如果换作我拿的这幅画 我压力挺大的 因为 哎呀 你太理解我了 你真的太理解我了 这万一拍不上价 杨娜姐压力太大了 你找谁来拖这个底啊 因为他们艺术家能做这件事 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事 因为他们不是一个珠宝 也不是一个表 他没有定价 这会影响他今后的很多世纪 所以你去说服一个艺术家 到现在不是每个艺术家 都愿意拿出来作品的 所以艺术家能拿出这样 你需要找到夏家才行 事先 艺术家是非常冒险的 他们真的是很无私的 能够做这件事的人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 不仅仅是在艺术的造诣方面 是在精神的上面是很坚强的 那你怎么办呢 就拿到这画 这画有多大 每一次作品不一样大 第一次你见到的那个 曾老师的名 第一次的也有1米7 1米7 1米8 我记得当时也拍了1000多万 哪里啊 第一次是中军买的270万 你想一下吧 172万 现在你说有多么幸运吧 你想一想 那时候172万买的吧 大概 但其实后来最后一次 去年的时候 曾凡志老师的是1000万 是这样是非常 现在这一次不是也很厉害吗 就是现在我的压力很大 你说的一点错没有 他们的压力更大 他们压力大到不敢来 不敢到现场来 那你拿到这画 你有没有做什么 就是事先的准备 因为你怕对不起这个曾老师 对 万一要流拍了 或者很低的价格 是啊 我也是 我焦头烂额啊 反正就压力太大了 很多很多事的压力都很大 那你像这种事情 你有没有事先先跟一些朋友打好招呼啊 是 一定会有的 我觉得当你拿到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因为平时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东西呢 当一个人去做慈善的时候呢 是有这个可能的 你冒一点险还是可以的 艺术家的作品 你真的冒不了那么多的险 所以你前期一定要尽力地去了解 有谁对这个艺术家是特别喜爱的 然后呢 有谁是特别喜爱收藏他的画 还没有机会的 所以说这些事情是比较复杂的事情 但是呢 要需要去做功课 你说做一个慈善业 所以做一点事不容易 其实这个是苏芒和他的团队 其实这是他们自己找的事 对 这不属于他们的 这好旧收其实挺棒的 既定的这个工作的轨迹 这也是他们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真的 今天非常感谢苏芒来到我们的节目 然后你会看到他活着的那种热情 真的 他不仅是那个身体在发热 工作的状态给别人 周围的人带来一种激情 而且他的这种真诚和热度 会感染生命更多的人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 天下女人酝酿美好品味生活 再一次感谢长城天赋 蒲圆葡萄酒队节目的大力的支持 关心节目的朋友也可以继续通过 我们的天女网 我们的天下女人的微博 百度的贴吧 以及新浪和精英网的我们的专业 来继续了解节目的进展 和我们幕后的花絮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下周见 为上海加油 为世伯加油 要多做慈善 慈善是一个爱心的表现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加入慈善的投入中 接下来就是见证慈善的时刻